喜愛大巡寶家的觀眾粉絲們 我們有YouTube頻道囉 只要在YouTube搜尋 東風味師或是掃描下方的QR Code 就可以收到最快最新的節目內容 還有更多網路獨享的影片 方法也很簡單 只要按下訂閱開啟小鈴鐺 就可以收到我們最新的節目消息 也不要忘了分享給身邊的好朋友喔 接下來這個哇 我剛剛一看到這個 Bring Bring 這根本就是葡萄的尺寸 這真的無敵有夠大 來 你看我光戴這 很貴氣 你看 比我眼珠才的啊 妳這個貴婦也太貴氣了吧 真的 這誰的啦 好大喔 這就是其實是我們兩位的啦 你們兩位 什麼啦 我們準備的 對 我們兩位準備 要送給我們的老闆冰冰姐 這很 冰姐會喜歡耶 冰冰姐一定喜歡這種貴氣 你就是跟她在一起久 你都知道她喜歡什麼東西 當你們生氣喔 沒有啦 妳才在一起咧 對 當然嫌棄我都在一起 那叫做在一起 你們幹嘛這樣子 沒有 在一起啊 我們是一起 在一家公司裡面 對 然後 其實我們之前上一次來的時候 我們有說 我們買東西要送給冰冰姐 然後在節目上 就在這個節目上 有一次被她唸說 你們就不要再花錢 不要再買東西了 對啊 她也是 她是真的也不缺 但我們其實還是為了感謝她 但我們知道她不喜歡太貴重禮物 但我們挑了這個物廉價美 我們一人 合資四萬塊來買這個東西 所以這樣 一個套組 對 一個套組 四萬塊 這個主食這樣的話 它不會帶的啦 真的嗎 真的啊 冰冰姐沒有帶這麼便宜的啦 她喜歡大的沒有錯了 但是一定要貴 要大又貴是不是 一定要貴重寶石 這樣 要再送錢耶 對 再送 一人再湊十萬 再買一個東西好了 再跟老師買東西好了 真的 冰冰姐現在豪宅 你看看裝置那麼的 富麗堂皇 真的 對不對 很漂亮 我覺得這個禮物 非常的適切 為什麼呢 就是說 我們不需要買太貴重的東西 對 比如說西方人 他們買珠寶 買這樣一套 比如說還有項鍊 這樣大概是 美金大概一百到兩百之間 然後呢 如果不小心掉了 或者說帶一帶不想帶了 就可以收起來 甚至拿去丟掉 像所以這種東西要送 送給冰冰 我覺得都是非常適合的 為什麼呢 因為他也不在乎 你這個買多少錢 重點是說 這個Bling Bling 我可以上節目帶一下 對不對 而且新鮮感 而且可以說 這是我兩個子弟冰送的 對 而且帶珠寶要看誰帶 對不對 如果說是靜宜帶 人家就會打兩個問號 這可能是假的 但要是冰冰帶 人家不會打問號 這絕對是幾千萬 而且我會覺得是一千萬 所以這個效果就到了 對 所以你買這個東西是對的 花的錢不多 可是非常的耀眼 對 那送給他 他剛好實用 上節目帶起來對不對 不是很實用嗎 而且我們也沒有花到 太多錢 對 沒壓力 他就肯收了 可是你們兩個人 加起來的智商也不到一百 看得出來了 從物件上看出來了 不是 你想想看 像這種紫水晶對不對 三萬塊 你是要買一輛火車嗎 它就叫套裝的半寶石 什麼叫套裝 這種大量生產 講一句不好聽的 就是 叫做 糟糕 那車好像沒價錢 跟衛生筷一樣 一次性 不是 戴過我就不戴了嘛 對不對 所以它價格不會太高 好吧 在聽價錢前 兩位手 對 不要往後倒了 我們來接一下 來 我們請假一下 好不好 紫水晶的耳環跟 誇張的戒指 好不好 來 那就麻煩老師 請接一下 一萬元 一萬 好幾 然後到處都跟妳講 不要買 那我心底一定要買 好 我覺得這設計上應該 有那個價值啊 我就跟你說 我付14萬塊 你一定要買 好 這時候挑的人壓力有點大 就他挑的 然後你又付了一半的錢 我只付錢 所以就生氣 我挑的但是你在旁邊 好 還講那麼大聲 兩個大負責量好不好 但是沒關係 一萬變一萬耶 就是你們算虧錢 但是冰冰姐帶起來 會更沒壓力了 妳要跟她說 對方開四萬塊 我們兩個說 就是一萬塊成交啦 對啦 因為是要送給冰冰姐的 對方說好 那就一萬塊啦 這個也是一個說詞啦 都幫你們想好了 不要緊張 好 這個也是一個好的說詞 只是這集播出的時候 可能把冰冰姐帶出去 好 不要讓她看了 再來 好 來 這個好漂亮的名字 很漂亮的名字 紫色的 還發光的 這裡也帶了綠 在這個桃子上又帶了綠色 真的很亮 水頭非常漂亮 彌勒佛 很重喔 對 很重 很重 水買的 這個也是我們兩個準備的 對 你們倆好喜歡一起怎麼樣 一起怎麼樣 我們是團體 對啊 我們今天競價不是說 請競價 對啊 我們是團體 沒有 因為其實買這些東西 其實我們都還是要集資一下 兩個人團結力量大嘛 分擔一下風險 一個人買一樣 其實是有點負責 這個是你出的主意 這個誰出的主意 也是他 因為我都 你也是在旁邊 好 我就出錢 我說這個好不好 我就好 你也是好 我才說OK 負荷的 比較沒有承認 沒有 我們兩個一起決定說 要買這個東西啦 這樣這個東西來 怎麼樣 當初的來歷是 因為 我們最近在幫那個修惠姐 楊修惠 也是另外一位天后 楊修惠 她要買了一個新房子 然後因為之前裝潢的失敗 然後你們就直接嗆說 你這樣子不行 沒有 我跟她說 你這只會拆掉 我說你這樣重來 她要這樣重來 那這樣怎麼辦 我說 沒關係 好 那你要幫我們負責 找設計師嗎 不用 找什麼設計師 我們兩個就是設計師 對 我們講的那句話 其實有點後悔 可是 因為沒有頭緒了 怎麼辦 講出來呢 這逞強 對... 可是我們一回去之後 就開始找資料 就她負責客廳 我負責房間 然後露台我們就交給 因為他們家有一個 很大的三十幾坪的露台 對 因為她媽媽喜歡種花 她是為她那個露台 而買的房子 而且我們露台 有幫她找了一個 專門在設計演唱會的造景 一個設計師 幫她設計她家的露台 所有的園藝 造景 真的 非常非常的美麗漂亮 我相信園藝這個部分 我不擔心 但是你們的客廳跟房間 是搭得起來的嗎 其實還滿不錯 我們有搜尋很多資料 所以還是會跟秀惠姐溝通 然後我們常常一直去盯場 去現場盯場 哪邊稍微不對 哪邊稍微修掉這樣 對 結果就 就完工了 對 這兩天才交屋 對 所以我們就趕快 準備了這個禮物 所以你要送她之前先來 讓我們先讓妳鑑定一下 好榮幸喔 她還不知道 她還不知道這個東西 我先問一下 我問一下 悄悄問一下好不好 聲音稍微小一點問 你們這個禮孫多少 禮孫 沒有禮孫喔 沒有禮孫啦 你說我們 設計房設計 完全是 利潤 義務 出自己的義務 完全義務 對 完全 因為它就跟姐姐 跟冰冰姐一樣 對啊 就像家人一樣的啦 那這樣的話 那這個 這個 尼樂佛可能恐怕就得要 價格不要太高對不對 不要太高 我們其實也合... 因為你沒有賺錢啊 沒有 我們也合... 不是 那實在是我們的心意 因為我們 它放心大膽地 教給我們設計這個房子 其實是心臟要很大 那當我們完工的時候 它又非常的滿意 我們就覺得 我們還是要盡一點 自己的心意 你們花多少錢 去買這個百件 一人三萬 應該還好吧 三萬還好吧 這個應該有那個價值 這個很大耶 現在老師 現在老師的質疑點 不是一人三萬還好 是我們送給冰冰姐四萬 送給秀惠姐六萬 如果說價格不錯的話 你們會換禮物嗎 就不要送了 還是說 對 商量一下 我們先賣掉 你們在哪邊買 我覺得這個價錢很漂亮 你們在哪邊買的 我們在台北的一個精品店 一般送人家禮物 也是按照 按照情況嘛 對不對 如果是設計師 幫業主裝潢完 送一樣禮物 當然是合情合理 因為它抽得多嘛 應該要送這個 送花的 不然送茶的 對不對 送到這麼多 對不對 這個翡翠 好漂亮 翡翠就送這一隻 Q餅給他好了 沒錯啦 如果真的出來 他說那隻 送這一隻母豬給他好了 好不好 如果那個翡翠 肩駕出來太好了 或者是不太好 先在那兒 小孩可以賺錢 對 我們先看那個 肩駕結果之後 再來考慮 是不是 來 我們去駕駕一下好不好 好 超漂亮 老師請駕駕 三十萬元 三十萬元 你們真的還用福氣 等一下 三十萬 為什麼 你花六萬買到三十萬的東西 帶綠 然後 透度這麼好的翡翠 天啊 這個三十萬 我看還買不到吧 五倍耶 對不對 不是 賣你們的 這個老闆真的很佛心 是不是 所以很多人玩古董 是因為這個原因 因為其實我打聽一下 我就說 老闆你這個 開價多少錢 他本來說十萬 然後我說 你可不可以再便宜一點 他惡化不說 那就六萬了 然後我們就說 OK啊 沒問題 三萬 三萬趕快成交 現在聽到這個價格 你們 要不要考慮 要不要考慮 放上母豬 那一隻 三十萬我們可以 我們要留一下 吃好幾個月 所以這真的是個好東西 請老闆 這個真的是很漂亮的 一個翡翠百見 水頭 顏色 雕的含義都非常好 真的 是 所以送給這個 秀惠姐 對 秀惠姐 我覺得 嗜得人所 也就是說送給她剛剛好 只是太貴重了 今天聽了很多保護故事 聽了很多你們這樣子的 一個在演藝圈裡頭 跟這些大哥大姐們 這樣一個相處 難怪你們會紅 沒有 還在努力當中 而且可以紅很久 還在努力當中 我們也繼續住 今天都鑑定完了喔 對 全部都是大豐收耶 還有一個東西 可以請老師鑑定一下 可以喔 就是比較不一樣的東西 這什麼 在哪裡 沒關係 我可以講就講 不要脫褲子喔 我想說 看這個大概值多少錢這樣 好 OK 他們好高跟鞋耶 你也很煩耶 我喜歡主持人說換皮靈鞋啦 大家好 沒有啦 孩子很懷疑我 為什麼一定要說到換鞋子 對啊 沒有 他換鞋子去說 我不要 我不要跳舞啦 趕快不要鞋 真的 今天太開心了 找到你們 家裡還有 阿祖的床 布下有東西嘛 我們來找找看 然後 下次再來 還有送給什麼大哥 大姐家裡的擺件 一定有 好不好 因為你們眼光不錯 運氣也都有 非常謝謝台英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